你醒了 你醒了 怎么了 我妈呢 她累了 我先让她回去了 你饿了吧 吃点东西吧 不饿 不饿 对了 医生说你身体颗响指标恢复得很好 估计没几天你就能出院了 嗯 小北 对不起 到处分手 让你太伤心了 我是因为知道自己得了病 在低处分手呢 你是对不起我 你太对不起我了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 你把我当成你男人 你以为你跟我分手 就能把我甩掉 你这辈子被人甩掉我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禅定你了 我要照顾你一辈子 我要照顾你一辈子 无论你在哪儿 小北 你就是个大傻子 我就是个大傻子 老马 你怎么来了 牛小北哪儿去了 你先坐坐坐坐 我问你牛小北呢 请假了 请假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呀 他 他筹备婚礼啊 筹备婚礼啊 他 他不是跟女闺女小灿好上了吗 我说这是好事啊 你看你是他老丈人 他有接了你的班 这多好的事啊 不会你这个老丈人 还不知道呢吧 这事他敢瞒着你 现在这年轻人真行啊 玩神秘的 老马 喝喜酒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叫上我 你认为跟我没交情 可我认为我跟小灿可有交情 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 喂 你别着急走 等 等会儿 怎么着 听说你找着工作了 赚了不少吧 你嫉妒了吧 我嫉妒什么呀 我就是问问嘛 我就说你没问题嘛 怎么了这是 你心中最想画的画是什么 我画给你看 好啊 这什么呀 我看不出来呢 嗯 像一棵大树 继续看一下 怎么不接啊 没事 骚扰电话 继续画 都打了两次了 两次的 都不会是骚扰电话 小北 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找你 赶紧接吧 那我去走了 这样 嗯 喂 马老师 兔崽子 你终于接电话了啊 马老师 你说要客气呗 客气 我不会客气 我跟你用不着客气 牛小北 你有种你出来 你别躲着装龟孙子行吗 你要结婚你跟谁结婚呢 我还告诉你 我让你就 行 敢挂我电话 要不收拾你 你不知道马文言有三只眼 你 画怎么样了 让我看看 你还没画完呢 别让我看看 冬画你再给你看 晓晓 我和我家人说过了 也和你妈商量过了 等你好了 我们就结婚 小北 我有些累了 我想再睡会儿 来 睡会儿 对 来 来 慢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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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 来 你说多大点事儿啊 至于吗 要死要活的 就是啊 天下好男人多得去 干嘛非跟他叫这个劲子 明儿爸就给你找一个 比他好一百倍的 好一万倍 我马景奎主闺女 要找就找最好的 宁缺无赖 他牛小腿算个屁啊 说实话他给你提鞋 他都不配 他自个走得好 我告诉你真好 省了以后 我还得费劲巴拉 把他往外撵 我告诉你啊 他今天敢跟你吹 明天他就敢跟那个 跟他结婚的姑娘离婚 前女友 什么前女友啊 你就是生活作风败坏 老话怎么说的 妈 是不是有一句话说 小白脸坏心眼 对不对 像牛小北这样的 小白脸不告你 全都坏心眼 咱不能要他这种人 我们马家就不能 让这种男人进门 阿姨 想明白了吧 我这儿疼 我感觉都碎了 我一走路 他就劈里啪的往下掉 疼得我喘不过气了 疼得我喘不过气了 你干吗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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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崽子 终于让我把你堵这儿了 胆子不小啊你 我闺女你都敢玩是不是 什么事 牛小北 你也不打听打听 你马爷爷以前是干吗的 马老师 我和小菜已经分手了 请你把手拿开 是尊重一点 尊重 对 兔崽子 我该教的你什么叫尊重 兔崽子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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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崽子 我告诉你 从战术角度来说 你已经输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放开 你死定了 你要再动手 你别怪我不客气 我送开了啊 你 你 你 马锦奎 你九万里万 小兔崽子 你 我的大名人 你都敢直呼是不是 啊 你甩完我闺女 你就想结婚了你 你知道你把马上 才伤不成什么样 你把她心伤得都 掉地上 都稀里哗啦啦啦 你知道吗 那你想结婚 我让你揭步 等你 兔崽子 跟我玩战术 我告诉你 你嫩点 怎么了这是 真提着了 要不要上医院 马老师 我们已经谁都不欠谁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 你赶紧走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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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没睡啊 吓唬我一大跳 你 你不回来我睡得着吗 我敢睡吗 你是哪儿去了 你怎么这样 你是不是上人家去了 把人打了 是不是 我跟你说 你这个臭脾气就改不了你 不是 那是怎么了 不是没打 是 那还是打了 是有点 有点弄不动他 你还打了 没有没有 你弄不动他就 就使黑招就失手了 失手了 我的妈呀 你是不是把人还给打死了 妈 你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是不是 我怎么干那种事 还打死 吓死我了你说 就是吧 我觉得您的问题不太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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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睡觉去 肯定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 哎呦 这么事 在一起说 说 行行行 快去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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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快去睡吧 快去睡吧 君姐太太 SLANG 太棒了 愿望了 我相信一定可以实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等你生日快了 祝你美丽每天 今天我请客 谁都不去抢 知道吧 好 你 你试试 你又是谁啊 你又是谁啊 老婆 老婆 老婆不帅吗 我好好走错房间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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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 那个 能让我先接一下吗 要着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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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在哪儿见过你 是吗 四块六五 什么时候啊 去年 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那人是你啊 谢谢了啊 没事 没事 不好意思 坐 我来晚了 伴郎到了吗 早就你到了 等你半天了 又是你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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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做错了 是不是我很任性了 可不是我做错了 是我想不让我们在一起 小北 你告诉我 我走开 小北 你不要离开我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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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大夫你话哪儿不舒服快说 大夫 她哪儿都不舒服 干失灵 满嘴火焰乱远 郭医生 老马 你跟我出来一下啊 咱们去打扰别人工作 那你 你赶紧给她看看啊 我帮她 帮她 医生问你什么 你说啊 来 来 您顺着我的手指看 老马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啊 小餐她应该不会有事的 是 希望了 没事 大夫怎么样啊 初步诊断看 你女儿患有轻度抑郁症 抑郁症 对 是比较常见的精神疾病 你也不用太紧张 具体程度还要等检查结果出来 才能下定论 郭医生 您跟我来一下 没事吧 没事吧 她呈现的状态可能相对要严重一些 你要做好家长的工作 尽量让她做到精神放松 别再给太大压力了 说话 牛美丽 马晓灿跟牛小北分手了 你高兴了吧 如了你的意了吧 马晓灰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我现在医院呢 我告诉你医生刚刚确诊 我女儿得了抑郁症 啊 真的 拆拆拆 划个圈你就知道拆 你拆先办的呀你 高兴 如果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们一家子都没完 马晓灰 你女儿得抑郁症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我拆散的吗 她跟小北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俩又没结婚是在谈恋爱 谈恋爱分手不是很正常吗 牛美丽 这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呀 这是一个家长该说的话吗 你是一个长辈 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呀 伤害了别人 一点腹脚感都没有啊 这跟教育有什么关系 啊 马晓灰 我们说的是不是分手的事情 谈恋爱分手是不是很正常 不正常 不正常 那什么才正常 牛美丽 你这种人我告诉你 一辈子你就嫁不出去 喂 神经病 你先回我屋歇会儿啊 爸 爸给你倒水喝药啊 爸 爸给你倒水喝药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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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子 哎 妈 怎么样 大夫说没什么问题 哦 没开了这么多药 哎呀 哎呀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啊 嗯 你歇会儿 我还做饭了 您去忙去 我 我 我给他把药吃了去 嗯 好 好 坤子 爸给你端水来吃药啊 好点吗 这儿 嗯 小姑 你怎么来了 哎呀 笑笑 哎呀 这是我小姑 小姑 你好 哎 你好 哎 没有什么好买的 买了点水果 哎 哎 小姑 你快坐下来吧 哎 哎 我这里面 我给您消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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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手别动 吃面了 这次看你 比上次气色好多了 上次 什么时候 哦 哦 上次你还没睡醒 啊 所以没见到我 那上次 是不是我正在昏迷啊 小别对你可伤心了 到处在找那个 可以给你匹配的配信 真是希望能早点找到 能够好起来 谢谢啊 应该的 是 小姑 嗯 我觉得 您跟小北 长得特别像 尤其是眼睛 都这么说 一家人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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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但是小蔡心里更难受 我觉得你应该找他谈一谈 跟他说清楚 你这么不明不白地跟人分手 总得给人家交代吧 妈 感情的事 本来你就算不清楚了 分手了 不算是个交代吗 那你可以跟他说 展示是因为唐笑笑的原因 等他 等他好 等他不好 等多久 我有什么理由让他等 我有什么理由让他等 就算我把一切都告诉他 可能怎样 我了解小蔡 如果把这事告诉他的话 他一定会去找笑笑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 不认为笑笑 而笑笑现在需要的是安静 我不希望他被打扰 笑笑的配型 有什么进展吗 我 我 我 你 吵上你了啊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我 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儿害怕 我 我陪着你 不怕 我好多了 吃完药睡一觉好多了 太好了 那你再睡 再睡一觉就更好了 明天就能上班了 对不对 我肯定能好 好 乖 那么现在睡觉去 你睡觉去 你真没事啊 放心吧 那爸去睡了啊 睡啊 好 妈 我哥刚把早点撤了 你就跑不回来了 你啊 小灿起来了没有 上班去了 什么玩意儿 上班去了 我看早上起来 高高兴兴的 把我收拾这儿收拾那儿 还得去买早点 回来 我们娘俩一块吃了 吃完了跟我说 老我上班去了 高高兴兴走了 真的假的呀这是 我骗你啊 不是 他抑郁症好了 什么抑郁症啊 你别听大夫瞎说 那小年轻人谈恋爱 那闹点小毛病 完了以后 哭两天不就过去了吗 什么抑郁症啊 我不放心 我还是得给他打电话 这大夫说得真真了这是 哼 原来我都没听说过 有这种病 喂 闺女 你哪儿去了 我上班路上呢 什么 你去公司了 我好了 放心吧 我没事啊 拜拜 哎 闺女 全好了 这么快就好了 喂 谁啊 对啊 马俊奎啊 领公司 好 我哪儿领工作去 去财务科领 行行行行 你逃逃是吧 好嘞 我一会儿到啊 牛总他一块儿就来 你去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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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帅 怎么漂亮 如果有一天 我们结婚了 我就要穿这架 做你的新娘了 真的吗 那就怕到时候新娘结婚了 你的新郎不是我吗 的确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如果你不够努力的话 你随时都有可能 队伍通过 你知道啊 陪陪追我的人 在我们家门口 爬了好长的队伍 并行整齐划衣 一个比一个帅 个个都比一个帅 嘶嘶 我都是有点动心了 我打算在我们家门口 放一个大沙发 三人一组 让他们在那儿候着 好 然后就像足球场上的 气舞队员一样 嗯 等有一天我发现你不合格了 我就把你踏死掉 然后让他们上场 嗯 太精彩了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要是见到他们 我肯定是见一个杀一个 我见俩我杀一双 那我等着 等着就等 小带 去 我失恋了 我竟然也会失恋 我怎么可能失恋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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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四楼吗 平耀北吗 我是校长 你到底想不想跟马晓坦结婚呢 他一个人站在操场等你半天了 赶快回来 我都绝交了吗你还来电话 不讲成绩 终于出现了 新郎 新郎要结婚了 新娘不是我 祝福你啊 新郎官 新娘 是谁啊 娘让我接娘吧 她是不是 她不太太 特鲜亮 特好看 我认为这是毛病太多了 我爸从小就说我 根本不像个小女孩一样 上船下跳的 寄紧善善的 到现在了不会洗衣服 不会做饭 不会收拾房间 以后肯定没有人敢娶我 我以前哪相信我爸说的话 我现在才发现他说的都是对的 我要是早知道 我乖一点 温柔一点 你就会留在我身边 我肯定毫不犹豫地 就感到这些毛病 你不要没 你是我这辈子 第一个爱的男人 你是我这辈子 我第一个爱的男人 你是我这辈子 我第一个爱的男人 你是我这辈子 第一个爱的男人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没办法 我离了街 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活 我以前 我知道我的世界就是灰色 我没有妈妈 我看到离了孩子 有妈妈可以抱的时候 我只能吸血了 我只是更开心地想要 不然我爸就会更难过 可是我认识你了 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有意义了 因为那是我给你的未来 我只是自己走了 我怎么过啊 我回不去了 我原来的药子 我都回不去了 你告诉我 为什么没有了你 我什么都做不了 为什么没有了你 我的原来的药子 都回不去了 你怎么说 我还有不见话 老婆 老婆 药子 你是一个好女儿 值得更好的人去爱 我不配 你是不是 你 你是不是把人搞怀孕了 不娶人家不行了是不是 恭喜你啊 又当爹又娶媳妇 真好 这我送你的礼物 看你的新妙子穿上 有没有我好看 你要被我告诉你 你给我滚远一点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你给我滚远一点 你知道吗 你给我滚远一点 你还得带我滚远一点 不是说让我领工资吗 怎么还说我欠公司的钱呢 上个月 你迟到十天早退五天 还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我们一共上二十二天的班 你没有一天是没有事的 财务把你的工资 拿给我看了 扣除你的罚款 你还要倒给公司钱 买卖做得可太精了你 溜溜玩我一个月 给我弄这么一结果 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 我也没办法 你还给我讲规章制度 你说你什么时候 遵守过公司的规章制度 你什么时候按点上个班 按点下个班 马景奎啊 你有没有搞错 我是公司的老板 老板就可以为所欲为 老板就可以不遵守制度 照你这么说 领导干部都可以为所欲为 制定法律的人都可以违法乱纪 对不对 正是因为你们制定的制度 你们更要带头执行啊 就你们这些老板呢 你们这些领导干部要起到模范 带头的作用 不然你说我们我们凭什么信你 我们凭什么跟着你们走啊 合着这 这制度就冲给我一个人来的 老板 请您想想 我哪天不是跟着您一块走的 还有 有一天 我溜溜二十四小时跟你在一起 对不对 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三八二十四 这怎么算 小菜好点了吗 你别打岔 怎么样了 好了 没事了 这么快就好了 昨晚吃了药 今儿一早上就出门了 那就好 那你是打算继续干还是 我辞职 行 那你去财务那儿把钱交了 然后在家等律师 他会找你 谈关于十倍赔偿的问题 不是 那个 牛总 这 这事咱们不用动用律师了吧 这也不大个事 咱 咱俩就商量商量 你看还有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咱们可就解决了 什么办法呀 你比如说 我们家闺女都成这样了 咱俩就抵消了得了 小菜不是好了吗 那今儿好了 她昨天呢 前天呢 再往前呢 没问题 那好 那上月工资我也就大度点 我不要了 我 我现在就去 人事上我跟他们说 让他们把我那个 合同给销毁了 我也回家 把我那份合同给撕了 再见 马景奎 还有什么事 我说的没问题 指的是 她的务工费 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我可以报的 牛美丽 你算得太精了吧 你真是太能算计了 我是吧 秦兄弟还要明算账 何况咱们俩又不是兄弟 瞧这种样子 你简直就是一慈禧 我说慈禧你是什么呀 我 小李子 说吧 到底是辞职还是上班 上班 行 上班就跟我走 我不当你跟包 不当跟包就拿出骨气来 辞职 对 我我们去哪儿啊 悔悲做 闭白 开车门啊 宥总 你不是说你不习惯吗 我现在习惯了 钻戒的钱 好像比两千六多 你怎么知道 我这人天生 对钱的厚度有敏感 应该至少多了 有两千块了 会的还真不少 就欠把你手多了